想做那個臺北市議員的影像的就是切割 然後讓大家就是更願意去看那個議員們到底是怎麼質詢 因為他們覺得立法院可能議題太艱深了 但是議會的話可能許多市場拆遷啊 或是一些跟民生比較相關的大家比較願意看 那他們就是有開一個slash channel在這邊 很常叫做tp什麼ct 就很常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會放在貢筆上面 然後所以可以去看 那另外我接下來講那個新版的會後問卷 就是我們的會後問卷其實已經用了很久 然後所以我們決定要開了一個新版 那如果你剛剛在貢筆上的話 你到貢筆的首頁就這個地方按一下的話 我其實已經貼在下面的會後問卷就可以掃這個QR控 然後剛剛也有寄信到大家的信箱 所以信箱也都會有這封信 那打開的話就是第一個就是請大家就是勾選 你今天是因為參加均一列的活動 所以才填到這個問卷 所以就先對於今天的活動做一個總結 然後接下來就會進入我們想要蒐集的 就是關於G0B影響力 因為影響力的部分是當時我們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然後有做一個工作坊 在討論社會影響力要怎麼樣被量化 怎麼樣計算 所以呢那時候就是 跟我們開工作坊的楊老師 他就幫我們一起設計了一套新的問卷 那希望可以藉此來了解到G0B的優勢跟劣勢 然後可以各改進社群 所以就要請大家幫忙請寫 那我就報告到這邊 我不是現在要立刻點嗎 對現在立刻點 因為其實是最後 但是剛剛突然間居然有一個人插在我後面 所以呢沒關係 就請他先報告啊 報告完 然後我們就再 對對對 好的那我就先請最後一位